那么旅游补助措施的政策利益良善 但是执行上是否真的能够直接为业者带来实质的效益 欢迎鲤鱼潭商圈的业者之一指出 欢迎县政府推动的旅游补助景点或活动就独漏鲤鱼潭区 让商圈业者大叹 补助大饼是看得到却吃不到 欢迎鲤鱼潭已是游客必到的景点 在疫情影响下 观光业者都已经难以经营维持 更谎论周边相关产业是更加的萧条 是那时候不是全中运开始吗 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预约团体 那我们好像是6月30号才有团体 那比较多来这里的是自由行还是什么的 现在目前都是自己开车来的比较多 居多的 那在端午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况吗 端午节也是都是自由行的团体 比较没有看到都没有接到团体 有接到一两团而已 先议员张怀文服务处主任林品阳 呼吁政府投入资源挽救产业 更应该是主动与业者沟通实际的补助方式 才不会让补助在毫无观光产业的地点 而独漏了旅游产业最多的景区 让基本产业毫无感受 请听我们在地的业者 对于我们花莲县政府观光处 所推动的这个观光奖励的补助 那么我们希望观光处也能够将我们几个 那个花莲县知名的一些景点 也能够纳入之中来做奖励 那才能够更全面性的帮助我们在地的业者 那也希望也针对我们自由行的观光客 那也能够提供更多的补助措施 这样我们整个这个奖励机制之下 才能够更全面性的 让我们的吸引我们观光客来我们花莲来做消费 目前花莲县政府已经推出了 从5月1号到11月30号 指7、8月不适用的补助活动 旅行团至花莲住宿并前往指定的景点或活动 即可获得带团奖励金最高9万 总送客人数最多的旅行社 还能够再获得30万元的奖励金 但这样的一个活动却未规划里域潭风景区 观光业者虽然都抱持相当高度的期待 但业者还是希望执行的方式能够更全面的考量 记者林杰说风箱采访报道